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键是品牌方获利 受益其中 才会请他来代言 还有王一博的影视中带来的资源转化率实在是有点高 才会让偏方不遗余力 都想请他来 更别提陪伴了三季的 这就是街舞 一年比一年受到广告商青睐 更是助燃了街舞 让街舞跟街舞文化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这种资源转化率如此牛的表现 不得不说 离不开大众对于王一博的肯定跟喜欢 才会这般支持 更是深受主流的喜欢 更是成为了当下年轻一代人 传递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引领者 王一博身上有太多亮眼的地方 娱乐圈中顶流艺人 专注于运动戏 表现为热爱与专注 影视中全面开花 你说他全能 但是 他却又专注于热爱的事情上 带有更强的Z世代年轻人的特色 因为王一博 多少人认识了解了街舞 从而推广了小众运动 走进了大众视野 让男女老幼都受益其中 进而给王一博带来了太多资源 同时 他的资源转化率才是最具竞争力的 王一博的短视频播放量 堪称顶流中的顶流 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 都轻松拿下榜首的位置 好了 说这么多只能说明一点 难怪王一博是月华的摇钱树 朱立公司上市 还凭借一人之力 也起整个公司 三年为公司带来超十多亿的盈利 这个顶流 谁不说一句 娱乐圈的打工仔最具价值的一位 对此 各位小伙伴们如何评价 留言讨论呗 王一博